自6月30号发布通知延期以后 已经半个月没有更新动态了 就在今天官博终于发布了 内容是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支持 今天20点20我们继续奔跑 这则短短的公告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 成千上万的粉丝们纷纷转发点赞 表达了对节目回归的感激之情 天哪泡男复活回归了 今晚泰国片可以看了 期待的周深学长来咯 就让一路曲折每一道伤口吸进我的脆弱 原来烟回去的泪才能淹没了脆弱 你发誓更勇敢与生与梦相拥 还想要继继续吗 有你丰富退下 让脆弱注尽你眼眸 别怕未来的不一样 不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就有多少次穿长 那一族的风浪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 他们说要越过前方风下必须抵着头 他们说要绕过蜿蜒的河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他要放手 他愿要换个路口 如果得不到谁的人痛 那就不算拥有 没有能够绝对谁的一生应该残留我 没有能够定义谁的天空是什么 没人为我就是懂 是单纯相信者 有生活的英雄 每场都活出做平凡的沉默 确定今晚播出 这对观众和各家粉丝来说 是极大的好消息 再也不用去猜了 至于因为某个人的原因 跑男今晚打不打马也是一个悬念 估计围观群众会很多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理智看综艺 今晚泰国篇有周深 李晨 Angela baby 郑凯 沙翼 白鹿 范晨晨 宋雨琪 米妮 王鹤蒂等等 看路头玩游戏很欢乐 蛮期待整篇内容的 今晚一起快乐奔跑吧 他说要越过前方 风下必须抵着头 他们说要绕过 蜿蜒的河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他要放手 他愿要换个股口 如果得不到谁的人 痛他就不算拥有 没有能够决定 谁的一生应该灯火 没有能够定义 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没有为梦就写动 是单纯相信者 回想过的英雄 每当轮化出自频繁的沉默 此外恭喜周深 微信指数2023年第32日子破亿 连续17天破亿 是的你没有看错 也没有陷入循环 深深的国民部底盘 近期有了高质量的提高 凭借正向输出 连续半个多页破亿 放眼娱乐圈也是不多见的 时深已经逐步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 各平台出圈 微信指数 抖音指数 微博指数 周深全平台数据都高度一致 他已经不仅仅是国民度高的歌手了 而是国民度高的明星了 周深全方位优秀 他已经站在光芒中央 我们只需要为他鼓掌 为他喝彩正向支持他 烈阳光轻松的样子 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少足无措的样子 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 周深被央视称之为时代之声 被六公主骄傲的赞美 她可是周深啊 站在国家大剧院唱灯火里的中国 她说在这一行 你想走的越远就会越辛苦 身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要永远保留竞争的状态和斗志 而她保持竞争的方式 是认真对待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舞台 是尽可能多的参加节目 增加热度 是极限赶场一个接一座舞台的不停歇 更是每一次都竭尽全力的自我突破 方才造就了如今波涛汹涌的蓝海 和看似轻松的挥洒自如 她说这一行是摸不透的一行 你不知道被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音色 唯有不断的试错 才能认识到自己适合什么 想要什么 才能再次去尝试别的可能性 华语音乐的未来十年就看周深了 虽然这句话有些容易昭黑 但是从被淘汰到几年的冷板凳 再到如今攻大于球的舞台 和接连不断的综艺 以及主流媒体和官方平台的不断的合作和夸赞 这都证明了这句话也许是对的 你们觉得呢 记得评论点赞转发并关注我 随时了解周深的最新动态 请不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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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